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半个月了,但围绕着奥运会的相关信息,运动员等热度居高不下。 我们国内有奥运选手隔离期间上节目,开直播,大家对于奥运健儿的兴趣也都很大。 外国层面,每个国家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都获得了很高的礼遇。 可以说,奥运会虽然是封闭进行的,但运动员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,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近期,日本产业能律大学体育管理研究所公牛调查结果,针对的,就是中京奥运会期间的运动员Tofa,其中斩获一金一铜的乒乓球运动员水谷笋,成为最优秀选手MVP。 此前就有媒体称,水谷笋已经达成了奥运会金银铜的大满贯成就。 累球选手上也由棋子排名第二,第三是我们很熟悉的体操运动员乔本大威。 他在奥运期间取得了二金一银的成绩,虽然很不错,但他的体操权能夺冠期间,跳马环节有重大失误,依旧被打了高分,也一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 单届比赛拿下一金一银一铜的一银美成,斩获两项第一,分别是选手观战的活跃马足度。 这两项数据,伊藤美成都是排名第一的。在奥运会期间,伊藤美成确实非常强劲,他和水谷笋一起拿下日本乒乓球队的奥运会历史手机,之后还拿下了女团银牌和女单铜牌,表现和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。 很显然,这些数据都是从日本国内进行调查的,毕竟,奥运会赛场上,德雷赛尔斩获了五枚奥运会金牌,打破了四项纪录,才是真正的MVP。 其实,即便是放眼日本队的奥运选手,也水谷笋拿下MVP也有很大的争议。 首先,他并非是日本队成绩最好的,比如伊藤美成,还有乔本大会的奖牌也比他多,包括拿下两枚金牌的大乔游一,成绩也更好。 或许是因为水谷所的人气很高,所以投票的更多一些。 如果是放眼整届奥运会中国选手的话,举重,拼堂球和跳水,是绝对的梦之队,都是只差一斤,就实现全包揽的目标。 杨倩拿下手金,张宇费二斤二银,堪称MVP,孙颖莎等人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,还有遗憾的肖若藤和杨倩等等。 这些奥运健儿,也都在赛场上展现着自己的风采,值得点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